馬路口一名男子衝了出來 一個亮槍跌倒在地 後方車子閃避不及 直接將跌倒男子捏了過去 直接男子倒在地上 一動也不動 看到這一幕的民眾 嚇得趕緊報警 事發在台北市松山區 民生東路四段路口 當天黃心民眾 從住家出來要丟垃圾 遇上環保局稽查人員盤問 他轉身跑走 到了路口 沒看到是紅燈 遭到後撐撞擊 送一後不知身亡 我聽到北市不確定好 所以請說就是 交給綠席跟警察官 那邊去處理 家屬低調不願多說 卻意外曝光 北市環保局巡查員 被要求開單取締 形同業績壓力 對此北市環保局 馬上否認 卻遭到內部員工 爆料打鍊 早在7月就收到公文通知 8月起巡查員每一季 光是煙蒂告發 主要40件 垃圾包20件 還標明將納入考核標準 有這個公文 那以前的規定的話 是90件一季 就在因為考慮到說 其實同仁的相當辛勞 近幾年 其實這個玫瑰的數量 已經有降低了 所以我們也去調降了 它的這個數量 公文破光 環保局又改口 強調考核標準 進攻參考 並沒有強制力 也不會未達標 就懲處 但雞茶倒垃圾 卻演變車禍死亡 意外突然 最難過的恐怕還是 錯了的家屬 記者綜合報導